香港青年 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有一個逃跑的港獨人物 羅冠聰 現在有消息指出 他母親的公屋被政府收藏了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小黃人就等這個陀帥家羅冠聰慘了 說道羅冠聰的母親很慘 兒子逃跑了 現在還要被政府迫害他 其實政府是不是迫害他呢? 其實香港政府是絕對合情合理 去收回羅冠聰母親的公屋 而且理由還不止一個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收回羅冠聰母親的公屋 是多麼合情合理 現在有消息出來了 就說到那個大黃人 那個港獨分子羅冠聰 他雖然走了 但是陀帥家連累了家人 怎樣連累了家人呢? 就是他母親的公屋 就被政府收回了 其實羅冠聰以前都是住在那裡的 那間公屋位處於東聰的日東村 現在新聞就買了出來 就說到政府已經在六月頭 就收了羅冠聰母親的公屋 而且公屋外面還貼了告示 當中還有指導就說到 羅冠聰的母親是因為欠租 所以到最後就被政府沒收了一間公屋 就並不是像一些小黃人那樣說到 羅冠聰是被政府迫害 他是沒有被政府迫害的 而他母親欠租 這間公屋也是有可能故意欠租的 我們按照一個正常在香港租屋的邏輯來說 出去租私人樓住 就肯定比起租公屋住 是會貴一大截的 因為公屋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廉租屋 是政府為了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 提供的公共房屋 難道還有地方是比公屋便宜 所以羅冠聰的母親就一於搬過去 而放棄到居住公屋 有些人就可能說 人家可能真的經濟有困難 所以才交不起租 但是如果按照我們香港的福利來計 一旦申請到公屋的話 是不容易被房署攀走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因就是 若然有人因為經濟困難而交不起租的話 房屋署是不會立即來攀走 而且交不起租的人士 還可以向社會福利署 申請一些政府的生活津貼 而這種生活津貼 還有一個官方的名字 叫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簡稱就是縱援 很顯然 羅冠聰的母親 是沒有申請過這些東西的 也沒有向社會上的任何福利機構 去到提出生活求助 那究竟羅冠聰的母親 被政府收回房子之前 又住了去哪裡呢 現在羅冠聰母親的房子 居民裡面是連一些物品都沒有搬走的 似乎不是在香港搬房子那麼簡單 也有小道消息說到 羅冠聰的母親 就走了到英國 來投靠羅冠聰的 為什麼用走老這個字眼呢 通常是犯了罪 做了罪犯才叫走老的 那麼大家記不記得上一年 羅冠聰走了之後 他一家人就曾經是被警察 請過回去警署那裡 來問話和協助調查的 那麼調查什麼呢 事源羅冠聰是一個通緝犯來的 而且他犯的並不是普通的刑事法 而是國安法 那麼因此呢 所有和這些犯了國安法的罪犯 是有聯絡 又或者在資金上有往來的人士呢 都會是有機會觸犯我們香港的港區國安法的 那麼不知道是不是那次問話之後 羅冠聰的母親 怕他們暗中去到資助羅冠聰 或者任何金錢來往的一些事情 是被我們國安處查到 就因而畏罪潛逃呢 其實羅冠聰的母親 不是 羅冠聰的母親 在未被欠租之前 其實政府已經有很多理由去收回他的公屋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要提提羅冠聰的家庭背景 羅冠聰自小父母離異 羅冠聰與兩個哥哥和母親 一家四口來得相依為命 但是在離婚之前 羅冠聰應該是和他父親一起住的 那若然是和他父親一起住的話 那就是最初時住在日東村的時候 就是一家五口了 因為羅冠聰的父親 在東聰也有另一個自己的公屋單位 那相信那個公屋單位呢 就是羅冠聰的父母離婚之後 去到房委會去申請一個婚戶政策 所以就多分一間房子給他爸爸的 但是原本住在一家五口的那個單位 那房屋處就沒理由 在羅冠聰的父母離婚之後 把羅冠聰的母親擲走的 所以那間原本的公屋都是留給他一家四口來住的 相信那間公屋的護主的姓名就是羅冠聰的母親 但是就算他母親是護主也好 那也是護員的嘛 這些護員不是我們平時吃的那些糖水的護員 那就是這一戶人的成員 那他們也是會有入名去房屋處的嘛 尤其是羅冠聰未夠十八歲之前 就必定要跟家長的 那因此羅冠聰的母親間公屋 就應該是有四個人名 那好了 羅冠聰走了之後 一間四人屋只有三個人住 而根據另外一個消息呢 羅冠聰其中有一個哥哥是做高級消防員的 那做消防員就自己有宿舍 那應該都是搬了出去住的啦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國安住在去年 找羅冠聰的家人去問話的時候 只是找了羅冠聰的母親和父親 和其中一個哥哥 他明明有兩個哥哥的嘛 那至於沒有被警察帶去問話的哥哥呢 稍後再說他 那現在說回羅冠聰母親的公屋先 那我們撇除了羅冠聰本人和他做消防員的哥哥 那就是一間四人屋只有兩個人住 那就涉嫌濫用公屋了 大家很明顯知道 羅冠聰是不會再回來香港的了 就算羅冠聰回來香港 也不可能再住普通的公屋 因為赤柱留了一個位置給他的 而那個位置還要不用排期 而赤柱的位置羅冠聰回來 是不像現在等公屋一樣的 是立刻可以拿包入住的 所以就算羅冠聰母親沒有欠租也好 他兩個人就住一間四人屋的話 是非常之不合適的 那房署是有權要求他們搬去一個比較小的單位 而另外說起羅冠聰的母親 其實也很搞笑的 現在的黃人就個個就說到 哎呀羅冠聰的母親很慘 連間公屋都要被政府收回 但是這些一切所有的事情 不要說不關他事 正所謂養不教就父之過 在羅冠聰還沒泥足深陷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羅冠聰已經踏入了走路與鐵窗的邊緣之間 因為當時羅冠聰以23歲之零 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羅冠聰的母親也曾經接受很多訪問 有很多反中亂港的媒體 當時也曾經訪問過羅冠聰的母親 雖然羅冠聰的母親就口口聲聲說到 我都不想我兒子碰政治 我只想他安安穩穩 但是他一受到記者的邀請去做訪問的時候 羅冠聰既可以利用他的母親 去打溫情牌 鋪排自己的政治形象 而羅冠聰既可以乘機自欺一番 相信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有不少都是身為人父母的 那為人父母除了想孩子快高長大之外 也想他們有一番成就 除此之外 每一個父母出去跟街坊、朋友 一提起自己的兒子的時候 都會說說自己的兒女的威水事 羅冠聰的母親 被人訪問的時候 就馬上說威水事上身了 不過這樣也未夠證據 就說羅冠聰是自己拿來衰的 被人收回公屋 因為最拿來衰的那個證據 就是羅冠本人 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 說的一番說話 那邊訪問裡面 羅冠聰的母親 好像不知道叫什麼素蘭 他對著《紐約時報》的記者就說到 我們羅家很辛苦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羅冠聰的父母就偷渡來香港 說一大輪那個年代的悲慘事 然後就在數那個年代中國內地的苦況 無可否認 在未改革開放之前 由於我們新中國建國的時候 就打了一場立國之戰 所以導致了西方世界幾十年來 都是經濟圍堵我們中國 才會有那個慘況而已 那個年代 在內地的而且確 是機遇不夠今天多的 但是是不是因為有一個 這樣偷渡來香港的家庭背景 就要成為羅冠聰 從小到大 來到反中亂港的理由呢? 同樣 我大眼的爸爸 都是七十年代偷渡來香港 我爸爸就沒有像羅冠聰的媽媽一樣 整個樣子掛著一副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樣子 而且羅冠聰曾經說過 他很懷念末代港督彭定康 但是根據羅冠聰的資料 羅冠聰是1999年的時候來香港 來的時候他已經六歲了 有朋友就發現 不是啊大眼 時序都不適合羅冠聰怎麼來到 懷念港英年代呢? 因為我們香港是1997年的時候 回歸祖國的嘛 明明羅冠聰都沒有經歷過殖民年代的時期 何來有懷念之有呢? 曾經在我大眼身上 發生過一件往事 小時候也有很多同學 每年他們的父母都會帶他去港督府上花的 的而且確 現在的禮賓府以前叫做港督府 裡面的花位就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大眼的父母 是拒絕帶我去的 原因不是因為當年的港督府 在山上要走上去要排隊 要花很多的時間 原因就是港督府是代表著殖民統治者 而雖然回歸之前 我們活在殖民統治之下 但是我們還記得我們是一個中國人 所以說 羅冠聰走上一條反中亂港的道路 繼而連累了家人 被人說他懷疑家 那這個懷疑家 羅冠聰的母親也是有責任的 羅冠聰走路的時候 羅冠聰也是說要和家人 脫離親屬關係的 但是當初說到的脫離關係 只不過是羅冠聰 不想因為他自己的走路 繼而令到他的家人 會被國安處去調查 而且羅冠聰一家 都不只是羅冠聰一個人 是發表聲明去脫離關係的 曾經在網上的社交媒體 都有一個人叫做羅冠鵬 自稱是羅冠聰的哥哥 就說到要和羅冠聰脫離關係 他在自己發表的聲明裡面 還斥責羅冠聰 說羅冠聰不負責任 勸羅冠聰要回來自首地說 而且他還說到自己 非常愛國愛港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羅冠聰 做了消防員的哥哥 不想影響到自己的一份職業 所以要發出這樣的聲明 雖然這個在社交平台上的聲明 就沒有辦法去辨別真偽 但是從羅冠聰的回應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叫做羅冠鵬的人 真是九成是羅冠聰的哥哥 正常羅冠聰擺出來的形象 就是讓那些港獨分子感言 如果有人假裝他哥哥 去數他的不是的時候 羅冠聰一定會反駁 但是羅冠聰對於這件事情 他只是發表了一句說話 就說到No comment 不知道是否羅冠聰知道自己 做過幾個行為 連累了家人 所以他理解他哥哥為了保住工作 他發一篇這樣的聲明 他跟他脫離關係非常正常 所以就懶得回應 那好吧 雖然這一篇的脫離關係聲明 沒有實質的證據證明 那個人真的是羅冠聰的哥哥 但是羅冠聰曾經聲明過 說要脫離關係 如果現在他媽媽 都預算要去英國投靠他的時候 那關係又突然之間 就沒有脫離到的 不知道他們羅家的家鋒 是不是這樣的呢 脫離關係的事情 都可以這麼容易反口的 那之前那個說是羅冠聰哥哥的 羅冠鵬的人士 說到要跟羅冠聰去脫離關係 會不會脫脫下 又突然之間可以不脫呢 又或者是羅冠聰沒有錢 使用的時候 喂 阿鵬 過著兩千元英鎊過來先 過完我們才再又脫離關係 還有這次為什麼說到 不是一個普通的欠租的原因呢 就是羅冠聰一早跟他媽媽 脫離了關係 那他有兩個哥哥的嘛 還有一個呢 就在那間公屋那裡住的 另外一個就算沒有在那裡住 你做過高級的消防員 都有好幾萬元的工資一個月 那難道公養父母去交租 對他來說是這麼難的嗎 那所以長達幾個月不交租 就是預了那間公屋 要被政府收回的了 那至於為什麼預了那間公屋 被政府收回 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們跌了心水 來到著草去英國投靠羅冠聰 因為羅冠聰有另外一個哥哥 都是黃人來的 所以這次羅冠聰的母親間公屋 是被政府收回的 就不用替他們可憐的 因為我們香港還有很多人 等著上樓 而且我們也看到 就像羅冠聰這類這麼頑固的港獨分子 一旦政府取消了他們香港特區護照的時候 也同時取消了他們住公屋的資格 麻煩房屋處跟國安處去夾一下 看看還有哪些黃人是走了老的 而他們還有公屋戶籍 就盡快取消了他們 盡可能把那些走了老的黃人的公屋 全部都收回來 讓有需要的人士 可以快點上樓了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